诶 大家好 草悠悠哲です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 讲到美国众群呢 我们不免说要拿一个美国众群 来跟他比较一下 好 我们今天拿一个比较 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霸地魔 好 首先在耐久的部分 这个旧金山是赢了这个霸地魔 在火力方面呢 这个霸地魔是稍微赢了一些 在对空方面也是霸地魔赢这个旧金山 那在回避的方面呢 回避值这个旧金山是赢霸地魔 所以在整个血量跟回避上面 所以整个坦度上面 旧金山算是赢这个霸地魔 算是有一段距离的 好 装填部分 两者没有差一大差距 幸运方面 这个旧金山还比较多 所以幸运也会反映在他的生存能力 好 在耐久跟这个回避 还有幸运很高的情况下 整体耐久度 这个旧金山呢 都会比这个霸地魔来的高很多 好 那剩下的杭树 命中还有油耗 两者都是一样的 都是精疲一重巡 再来看主炮效率 1号主炮效率呢 是巴尔地魔 赢了我们这个旧金山5% 那副炮两者是没差的 那3号对空属性呢 这个是巴尔地魔 赢了我们旧金山 有10%的这个对空效率 所以从这个武器效率来看 还有上面我们看到这个火力差距 显然就基础面板 巴尔地魔在火力的表现 还有对空的表现 应该会是优于这个旧金山 那旧金山在基础面板 应该是坦度 会比这个我们的巴尼魔来的好很多 好 那还有技能 应该会影响到它整体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技能之间的差异 好 首先来看一下1技能 1技能 每10秒有75%触发这个特殊弹幕 那如果没有触发这个特殊弹幕呢 会有5秒间提高自己的对空 还有命中10% 所以还不错嘛 就是就算没有触发特殊弹幕 我还有其他的一个补阵 这个最近很多星团 都有这样的补偿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特殊弹幕 这个特殊弹幕呢 是小星星加一颗大星星 是以榴弹属性的一个方式做激发的 它是一个前方直线 它跟3D5的小星星不一样 3D5小星星会转弯 那这个小星星是不会转弯的 它只有前方直线 那对三甲补阵都是一样的 没有特别偏轻甲或是偏重甲的这个行为 所以算是道中输出还蛮泛用的一个弹幕 好 接着我们看二技能 二技能其实很长一段叙述 那我们来分解它一下好了 首先第一个 常驻的就是你进入战斗 它就会提升自身的回避 还有防空属性10% 再来呢 还会分你所谓的领件中间还有尾件 好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领件中间还有尾件 通常我们在编排的时候 在左下角的这个位置 通常就是一个坛位 乘伤位 这个是所谓我们的领件 那中间的这个件呢 通常是受到保护 或是坛度没那么高的这个船 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中间 作为保护的一个对象 那尾件就是在前排右上角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尾件 也通常会作为一个副坛的角色 所以领件中间跟尾件 这个目标这个位置 相信大家应该要记起来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技能 所谓的领件 只要它放在领件的这个当下呢 会提升自身的回避 还有防空属性 并且受到这个降低伤害15% 所以在坦度方面又大大增加了很多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中间呢 战斗每20秒都会回复这个前卫角色10%的血量 诶 它放在中间反而可以补血 那如果你放到尾件呢 它可以提升自己的炮击能力 还有防空 并且使所有前卫的角色增上5% 这蛮可怕的 使前卫所有角色都增上5% 所以顾名之意 这艘船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领件 当作坦位 这个坦位的这个坦度呢 说实战已经超越了这个我们的water guide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尾件呢 造成这个输出这个伤害呢 也超越了我们这个巴尔蒂摩 所以它可以坦 你可以输出 那放在中间 偶尔还可以到中补血 所以这艘船很万能 很好用 这艘船唯一最大的亮点 除了坦位之外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它放在这个尾件 除了增加自己的输出 还可以增加前卫整体的输出5% 所以这也使得它未来在整个大世界 在打这个余境meta阵容的时候 在尾件能保有最大输出的一个重要角色 现在很多我们打这个海妈meta的时候 很常看到编队都是把这个旧金山放在尾件 来增加前卫的一个输出 那通常不会把它放在坦位 因为坦位还有其他人选 他虽然说已经比波特还要坦了 不过他放在输出位的这个层级更亮眼 所以它以输出为主 已经超越了巴尔底膜 算是现阶段整体重巡里面输出 算是蛮top的一艘船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装备的选择 装备其实就是科研两种炮 一个是侧架一个是榴弹 看你要打的对象是谁 那要么就是带这个罗恩炮 要么就是带路易炮 或者未来你要做这个科研彩炮也可以 那副炮的部分呢你可以带金高瓶 可以带金秋月可以带凯旋炮 看你打的对象是谁 那打前甲就全部都用榴弹就好了 对抗部分呢没办法 只要选这个STHG 有加这个命中 有加这个输出的 而且对抗效率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对抗一定是装这一把 再来设备方面呢 生存绝对会选用我们这个尤雅朵 那如果你要打十二十三张 需要很高的对抗的话 带这个雷达准没错 因为他很多技能都是加对抗 而且对抗效率也很好 所以可以做到很大的一个发挥 那如果是要做坦位的话 那你一定是带便当盒 剩下的如果是你专门要打这个一般地图 或是活动图虐菜的话 你还可以选用这个本期增加的一个新的设备 这个FUMO25 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整体的火力还有命中 不过这个是纯粹女菜 在高南海域还是需要生存的话 请你带上我们的维修 整体而言这艘船就是可攻可打 输出的部分反而是更亮眼的一个部分 未来在整体的大世界META输出手段 他绝对是各中好手 这艘船绝对练的不会吃亏的